有一个犯人在牢房里发现一只蟑螂 盖死了的蟑螂 很快的蟑螂被逼入墙角 死了 你杀我 会说话的蟑螂 我不但会说话 还会唱歌你听 这 这 这是一只不表演的蟑螂 我 我要花财啦 于是犯人细心加一调教 蟑螂会演出一八八二一 十年后 犯人出遇了 他到一家酒店去庆祝 三杯黄汤下肚 犯人不就向酒宝炫耀 我就要发财啦 我有一个宝贝 哦 真的吗 该死的蟑螂 先生不好意思 店里竟然有蟑螂 诶 人呢 有一家医院的家户病房 发生一连串离奇事件 只要病患上了四号床 就隐隐依附 他们的表情似乎经过垂死争 医院里遥远呼吸 这是冤痕报仇啊 你为所谓 四号床是夺命床啊 报告患者 病患又死了 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今天起家户病房装上监视器 房间晚上 院长和几个医生守在荧幕旁 时间一分钟地过去 病房里一点动静都没有 一直到天亮的水晃 有动静了 一架小飞机上 载了四名乘客 其中有一名乘客 一名律师 一个妇人 和他的使者 飞机 飞机就要失事了 你们还有三个降落伞 我先走一步了 上帝保佑你们 再见 各位 我是立华委员 还有很多黄和尿死 国家还需要我 先走一步了 上帝保佑你们 我先来一步 我是个律师 还有很多官司要打 以后要继续总统了 先走一步 上帝保佑你们 再见 孩子 这剩一个降落伞了 你先走吧 记住妈妈永远爱你 妈妈别难过 有两个男的 刚才这四伯伯背了我的心 就跳下去 老婆 老婆 老婆好可爱 老婆 老婆 永远爱你 妹妹 叫爸爸 叫爸爸 大姐姐 为什么要我叫爸爸 我不要 为什么不要 妹妹乖 快叫爸爸 难道 我不是爸爸 亲生的 这个人的恋心 天丁 他 这才是我的亲生爸爸 要来带我走了 天哪 命运为什么要抓到我 妹妹 叫你叫爸爸 不要这么别扭啊 丁丁啊 乖乖听话啊 听妈妈的话叫爸爸呀 谢谢爷爷爷奶奶的照顾 谢谢妈妈多年的养育天 爸爸 你这小孩疯了吗 我先让你叫爸爸出来 救马桶的工人来 别批证了 是 给你